来 欢迎言一言语 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胞胎 很多朋友都会羡慕我有一个双胞胎 但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好的 除了在生病的时候 有一套备用的器官 作为双胞胎 我们化妆的时候会有一种隐形的压力 就是我们永远都不能一个人化 一个人不化 你们永远都不会看到 我们一个人化 一个人不化 因为如果我们一个人化 一个人不化 那那个人化了也白化 这个好笑 其实不只是我们两个 所有女生现在都在面对一种隐形的外貌压力 对女生来说 很多甲方都是在暗中施压的 比如化妆品广告会对女生说 你本来就很美 但是剃须刀广告就不会对男生说 你本来就很光滑 还有在工作场合 大家会要求女生在工作场合 化一套正式的妆 但是没有人会要求男生在工作场合 练出六块正式的腹肌 而且我们虽然要化妆 但是妆一定要淡 不能让人看出来 我就是要让你觉得 我没化妆啊 我天生就是这样一副 需要卸妆的样子 所以我们女生 不仅要掩饰自己的瑕疵 还要掩饰自己的掩饰 但是男生就不用掩饰自己的掩饰 比如巨石强层 他就不用说 没有没有 我就随便练一练 这也不是什么公爱投机 这就是俩肿瘤 所以我们女生就觉得 那不行 我们要去反抗这种隐形的甲方 结果就发现那些化妆品大牌 特别聪明 他们知道往广告里 强行加价值观 比如前段时间 我们就看到一个化妆品大牌 S某兔 我们不能说名字 所以我们就叫他SA兔 SA兔拍了一个反逼婚的广告 他基本上就是在那里说 我今年三十岁 过年回家被逼婚 但我无所畏惧 SA兔 你就感觉这个SA兔是混进去的 他出现在那里完全没有道理 他前面也完全可以说 你今年都三十了 咋还没找对象 你可长点心吧 SA兔 当然这种价值观是好的 但是加了那种价值观以后 我们好像就会觉得 好像化妆品也不是我们的甲方 好像你是我的朋友 搞得就跟我们都不是被逼的 我们就是天生就喜欢化妆一样 但是谁会天生就喜欢化妆 男生们 你们以为我们真的天生就很享受 每天早上爬起来 给自己的美貌调整方向吗 我的人生都没有方向 但我不化妆 我的美貌每天都有新方向 断了 这个大根 被观众打断了 这观众是干啥了一声 就是喜欢 但是有些女生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 就是我化妆又不是为了取悦别人 我化妆是为了取悦我自己 那我就很好奇 你到底是化了一个什么样的妆 仅仅能取悦到你自己 别人看了都想吐 万一你没化好 别人看了还会说 怎么回事 你今天这个妆 怎么取悦到我了呀 但有人就会说 你们女生不要总是抱怨吗 有情绪有压力 你就去解解压 然后给我们看一堆所谓的解压法 一看 收纳整理法 太狠了 让我们做完工作 去做家务解压 做家务凭什么能解压 迪士尼乐园会有家务主题园区吗 米奇会拉着你去米奇小屋打扫卫生吗 而且还有什么断舍离这理法 断舍离就是让你扔东西 但它也不是扔完了东西就完了的 断舍离是一门哲学 它要求你坐下来 反思自己对物质的迷恋 然后再爬起来去买某一良品 某一良品 因为某一良品的东西就特别断舍离 简单 有设计 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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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每次走进店里 我都觉得有点恐惧 我就觉得他们干嘛要把购物栏搞得那么大 都没有人买得起那么多 所以我们觉得他们根本就不应该搞购物栏 他们就应该搞购物杯 贵物杯 某一良品 购物杯 简单 有设计 拿这一杯 你就无所畏惧 S 是A2 谢谢大家 好 喜欢演艺演艺的观众朋友们不要忘了投票 3 2 1 请锁票 请锁票 我看谁 新姐拍到个 我觉得他们比上次从容了很多 然后整个的表演放松了很多 特别值得鼓励 进步了 今天这个段子特别好 就是完全倒出了女性的压力 我就坐在这儿 我就感同身受 因为每次我来录节目要提前两个小时 比余老师和李诞从酒店出发 他们说你出发那么早干嘛 我说调整眉毛化妆 我太懂这个点了 我没拍 不是觉得不好 是因为我觉得还可以再调整一些东西 因为我自从看了上一期你们参加完了以后 我就一直在琢磨你们两个人这种形式 包括今天我还是没有太琢磨透 但是呢我想出一些东西 我就觉得你们两个人这个分的语言 好像还不是太到位 不是说这一句话最可乐的那几个字 让他说就好 或者是前面的铺垫我说就好 不能简单地这么分 我觉得还得要再更深地研究 不是现在这么分法 不代表不好 我只是提个小建议 将来咱们可以共同地探讨一下 好吗 谢谢 哇 看孩子我们的脱口秀演员就不够社会 演员 虞老师要跟你探讨 当场就跪下拜师了 站得奔直 要跟我探讨 好 探吧 好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就是脱口秀 因为他们这个 就是一个人说也一样 反正就是形势比较新 很多朋友看 乍一看比较难接受吧 然后包袱又比较密 但我还是很喜欢的 好 谢谢颜颜颜 好 你的东西好笑那种 这次没问题 我这次对自己的作品胸有成竹 真正的拿得准准的每一个笑点 这那的没有任何问题 半决赛对我很重要 我想试着在脱口秀里加一点说唱 不要跟那种大波庞吃烂 这既是一个喜剧的 大波 同时又是一个说唱的庞吃烂 你就负责说唱庞吃烂这一块 是不是以为我已经没有灵感了 是不是以为我上完第一期就结束了 是不是以为我的风格在圈子 情不通 是不是以为我的说唱就是从头到尾 是不是以为 如果你有任何的活动上面需要一个疯子 那就赶紧请卡姆 又疯又好笑 没有人能代替卡姆 卡姆也不能代替任何人 老村长久 这场我还会是醉炸的对不对 我这一生当中 都没有经历过现在这个创作状态 这次我一写出来我就敢放话 我稳拿第一没说的 你们全部都惨败难受吧 提前哭吧 悲伤逆流程 这种太自信了 稳拿第一 要我们欢迎卡姆 好 大家好吗 好 嗨起来一点 嗨起来一点 别那么冷静好不好 这不是春晚的 不用那样不用那样 今天开始我风趣幽默的脱口秀之前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有人看过电视吗 我说的是以前那种电视 那会儿看电视你才真正的看电视 你没有任何选择权 电视上放什么你就看什么 你要追一个剧 你还得自己排一个时间表 时间一到你还得跑回家再去看电视 就那种时候 所有事情都要服从节目的安排 我一个亲戚的葬礼 因为浪漫满屋的大结局 往后拖了一周 真的真的 可能是我那亲戚 直接想起来看一下大结局怎么样 看完这段就走 看完这段就走 那都不在乎自己的大结局了 现在的电视就选择太多了 现在的电视选择太多了 一打开电视什么那种 搞笑分类一点 该一万多个节目出来 我说真不知道我应该选卓别林 还是快乐大本营 卓别林虽然搞笑 但大本营有我一个偶像 他恶挪多姿丰富多彩 南辕北的主持风格 令我流连忘返 我对他产生不伦之恋 天伦之乐 他在节目里每隔四十分钟 对游戏环节提出的幽默评价 让我对着电视尖叫 我的眼泪喷出像是海啸 对我说的就是 顾海涛 是不是以为我要表白了 你们以为拐脚是个爱 其实是一个残酷无比的 经典幽默躲在角落 一下跳出来 耳光伤到所有人脸上 让你们一顿爆笑 笑得你们南辕北辙丰富多彩 对我产生不伦之恋 我们去享受天伦之乐 好了 说唱的时候先放一放 咱们正式开始脱口秀了 正式脱口秀了 说唱好像不太适合 这么一看 就是现在的电视选择太多了 选择太多 我们就只会看太多 自己喜欢的东西 只看自己喜欢的东西 80后吃饭就着菜 90后吃饭就着肉 00后吃饭就着派的 我一个表弟 每天都会看三十集左右的 各类各样的动画片 还挑来挑去的 我说我们小时候 电视上放什么动画片 我们就看什么动画片 根本没得选 电视上放美少女战士 我们都看 然后看完以后 第二天在学校里面 那种大家在课间那种 用里面那种动画片里面 人物的招式打着玩 S爱奥特曼光播 然后我是 原来你们喜欢 这颗的拖动秀 真的是 我们那会儿看动画片 太不容易了 一放学 你就要那种快速 跑回家 打开少儿频道 看里面一个 动漫世界的节目 你为了看四十分钟动画片 还要看二十分钟的 菊平姐姐和那个 顽皮的废话 有那个废话 那个菊平姐姐 顽皮 我要考你 今天看动画片之前 我可得考考你三个问题 咱们的动画片看到哪儿了 然后玩皮 我说看到十七级 阴谋花道和刘川峰 在天台上对决为了心爱 你们俩是这节目的工作人员吗 这什么问题 打我气的 玩皮 第二个问题 咱们动画片的主角的名字是 然后玩皮 我说爱你们快点 行不行 我是为了看动画片 不是为了看玩皮 老年齿代测试 玩皮 你别装了 行不行 说白了 你就是个成年人 掏了个大号布在身上 你看到答案 好不好 我们都知道你是成年人 小孩们都知道 别装了行不行 我们这孩子不是傻子 菊平姐姐说 顽皮 第三个问题 回答对 咱们就可以开始看动画片了 我是顽皮 求求你 好 回答这个问题 动画片 月亮美少女中 女主角的口头禅试 代表什么 笑面你 A 月亮 B 顽皮 C 菊平姐姐 我说 诶 这有什么可笑 诶 这有什么可笑 诶 这有什么可笑 这你用得着想 诶 B选项说的就是你自己 万皮 C选项 菊平姐姐 怎么可能是菊平姐姐 代表菊平姐姐消灭 菊平姐姐能消灭谁 小鹿姐姐吗 哈哈哈哈 太气人了 最后终于等到 那个菊平姐姐说 那我们开始看动画片吧 然后正要看 然后妈过来 开吃饭了 不许看电视 就把电视给我关了 你说 哎 你把这电视 你把电视给我打开 你把电视给我打开 爸 叫你老婆把电视打开 然后妈说 要看电视也可以 不过我得先考考你三个问题 我说 嗨 又是这样 没听说过 这是讽刺下相声幽默来的 居然没懂 又是一个失败的 这不仅不好笑 我还欠了于谦老师一个人情 他还开始讨厌我了 哎呀 真的是太难受了 以前那种电视上面 就选择特别少 我要是有得选 我也肯定天天看动画片 但反而是因为没得选 我还接触了不少精彩的节目 比如有一天下午 我就看到一个小孩 在一个节目里面 一个小孩的头被卡在栅栏里 卡了三个小时 太好看了 比动画片好看多了 第二天我又去看 又一个小孩 手指被卡在车门缝里 六个小时 太好看了 三天我又去看 是个中电男人 在那个高速路上酒驾被抓了 然后不承认自己酒驾 我说哎 怎么今天没有小孩 被卡在什么地方 原来那个节目 是播放各种事故的节目 我还一直以为 那个节目专门播放小孩被卡 每期节目都一个小孩 被卡在什么地方 然后八期节目过后 让卡的精彩的小孩 参加半决赛 在半决赛里大家依据主题把自己卡住 卡得越刁钻 救援人员救得越慢 心术越高 卡得最精彩的是直接进入总决赛 卡得剩下的是不行的 剩下五个人就开始进行车轮卡 然后那个节目的最后是这样的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爆卡王卡姆 登上我们的冠军卡座 以前选择少 反而我观看了那么多精彩的节目 现在选择多 反而我一打开电视开始变得盲目 选择多就好 选择少就差 所以最后我的观点是 少看电视多读书 谢谢大家 二十三秒的投票 三 二 一 请锁票 谢谢盖牟业 还最后这个主题升华的还挺深刻 对 我觉得最后是最有深度的这一段 把椅子卡在头上 太有深度了 喜剧就应该这么做 我觉得 真的太好了 谁能告诉我旁边是谁 我现在头拧不过去 是建国吗 建国 不要乱动 就这样站着 你不拿下来吗 我就想这样搞笑一点 所以我就一直坚持 先拿下来吧 行吧 反正跳也投完了就这样 原来这么多观众 又是一个寄信幽默送给大家 马马是第一次看卡姆表演吗 第一次就看了这个太难受了 感觉如何 感觉就是话很密 又清晰 非常好 没想到是一个经典表扬 我在讲过 马冒 你回忆一下 你从这段中得到最重要的信息点是什么 菊瓶姐姐和顽皮 对对 因为那个是我真看过 对 是不是很有共鸣那段 动漫世界 现在再小一点的小孩应该没看过 对 哎我的天哪 欣姐这回全都听到了吗 我就是除了它第一期我没听懂 后来我越来越适应 然后就是现在已经发展到 它往那一站我就想笑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一开始我是非常接受不了 它这种就强输出的风格 但是现在我就觉得 如果这期没有卡姆的话 我觉得是少了点什么 哎这种强行洗脑是怎么做到的 决赛少了我更难受其实 我不是来找对象的 但是我也想聊聊我的这个择偶标准 如果要跟一个人结婚之前啊 就一定要跟他看一场演唱会 一定要看一场演唱会 那前一段时间 我去看了一场五月天的演唱会 我好不容易啊 买了一张第二排的票 我就觉得我就要拥有五月天了 结果去了一看 第一排那个大哥有一米九 一整晚都不好玩在那看 拿一个手机在那里拍拍拍 我跟你们说啊 你们有机会 一定要体验一下第一排的演唱会 视角真的非常好 这是我看了一晚上大哥手机发现的 哎呀而且本来啊 那个大哥只能挡住一个人 但是他好死不死地烫了个头 一下挡住三个人 我那天晚上就一个想法 得亏五月天 有五个人 大哥还带自己老婆去的 他一晚上在那拍演唱会 老婆拍他拍演唱会 哎呀一边拍还一边撒娇呢 哎呀亲爱的 你这个头一千块钱烫的可真好看呀 我想那就对了 我这张票一千六 有一千就是看这颗头 剩下六百我就看了个二月天 但是我觉得啊 如果有人跟我求婚 千万不要在演唱会求婚 真的 你说我听你说还是听他唱呀 你要不爱听上后面站着去 别影响我听 你一个人耽误两分钟 全唱几万人 我感觉我这辈子的演唱会 都被你耽误了 而且就那种场合 我真的很难说服我自己 说我最喜欢的人 是你 就工作了以后 我都开始相亲了 主要是因为我们汽车行业 你们可能不太了解 这几年不太景气 就我们这种技术员 也有销售压力 我每次去相亲 第一句话就问 你有车吗 他说没有 我说太好了 给你介绍这款产品 但是我领导都不相信 就是我相亲的时候 还这么敬业 因为我领导在婚姻中 没有体会过那种 被欺骗的感觉 在我这儿体会到 就以前吧 我兼职做脱口秀 他们都不知道 我就是开会的时候 偷偷写段子 太刺激了 后来他知道了 就找我谈话 他跟我说 你因为这个脱口秀 多久了 我说两年多吧 他说两年多 就是全公司都在搞 新车项目的时候 你再搞脱口秀 我说领导 我这个脱口秀 只是玩玩而已 我心里只有咱们公司 他说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面试的时候 怎么没发现 你是这种人 说完要看我上个月的 业绩考核表 我当时就生气了 我说你不相信我 一份工作最重要的 就是互相信任 你这种行为 已经打破了这种信任 而且我觉得他有点 不懂事了 我不过是犯了一个 所有普通员工 都可能犯的错误 找了个兼职嘛 搞得这么兴师动众的 我当时很生气 我就像个渣男一样 跟他说我累了 我说你冷静一下 咱俩再聊 从那以后 我就明显感觉到 他对我起了戒心 就首先他把我的工位 调到了他旁边 就方便每天监督我 然后那个工位吧 他上面挂了一个牌子 写了几个字 叫公司不养闲人 现在疫情期间 我们用那个隔板 把工位都隔开了 然后我领导每天 在那里假装身懒腰 工作呢 不容易啊 我真的很想跟他说 如果你只活在过去 咱俩没法拥有 更好的未来 然后我说 坐在那我就抱怨 工资好少啊 我领导就说 现在想起来 自己还有一份全职工作了 脱口秀不挣钱啊 还是脱口秀好 我每次去演出的时候 他们都关心我 你领导最近 没有找你麻烦吧 你这么好的员工 他都不知道珍惜 我真的不希望 你们因为脱口秀 吵架 我不是不想结婚 我是觉得我应该 在我最好的年纪结婚 就是我54岁的时候 退休的前一年 那一年我有工作 但是不用干活 有资产 但是不用还贷款 那个时候去相亲 我的要求应该非常明晰啊 年轻的 帅哥 对吧 那个时候我也会单刀直入 问他 有车吗 没有 太好了 有阿姨 你不用再努力了 谢谢大家 各位好 我是小家 前阵子我一个电影学院的朋友 让我去拍一部励志片 我是男主角 哇 他讲的是一个 体弱都病男孩的成长故事 这个故事的结局呢 是男孩开了个公司 娶了个心爱的姑娘 太逆致了 他从来没想过 先给自己看病 关键这种剧情 我妈特别爱看 看到人还会说 学学人家 这么严重 还这么坚强 我说我是不够坚强 还是不够严重 他那个萌豆太可怕了 因为是个年代戏 所以会有个角色来演我的小时候 这个角色呢 是变向全社会升级的 有一天我跟我朋友 在一个小房间 看二十多个小孩 模仿我的视频 好笑又尴尬 有个小孩甚至是这样啊 啊好 啊啊啊 我说我在这个小孩的阵子里 会不会太严重啊 我朋友说救他了 我说我 哎哎你啊 这个小孩跟我朝夕相处了半个月 他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学我 我每天看到他逐渐的丧心病狂 他学完我还要我夸他 哥哥你觉得我生语学得怎么样 我恍惚惚惚有一种 被四岁小孩霸凌的感觉 后来呢 因为金会有限不拍了 然后我本来还挺难过的 但仔细想一想 最难过的是那个小孩 他模仿我半个月了 他会不会恢复不了呀 我真的 我到现在都特别害怕 被当成是弱势群体 我上次在机场正常排队过完节 有个工作人员过来 他说你跟我走 我吓死了 然后把我带到了老幼孕禅通道 他说去那排 我很生气 因为刚刚明明在那已经快排到了 我前面是一个孕户 后面是一个小孩 那个孕户还在看我到底哪里有问题 没办法 我只能 他说 他说要不你排我前面吧 但某些时刻你会不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带入到弱势群体这个身份 我上次在上海骑共享单车被交警拦下来了 然后他说是寄了机场车被交警拦下来了 我说我第一次来 他说给你开个罚单吧 我就觉得他看我这样他会同情我 我再等 等他说算了 结果他让我在华单上签字 我就觉得是我表现得不够明显 我签字的时候就开始变得颤颤抖抖 他其实给过我台阶的 他说你来上海是来旅游的 还是来出差的 这时候如果你稠一点 你就说来看病的 但我骨子也诚实说来旅游的 来旅游那你有钱吗 就是他给我的第二个台阶 我说没钱怎么旅游 我觉得所有群体都不止一种可能性 我跟我朋友说我特别想演那种 警匪片里绑架别人的人 他说怎么绑架 你做的最好的绑架就是道德绑架 你跟那个人质说你别动 你再动我就绑不上了 但是我自己觉得我自身很强大 我觉得我这辈子永远不会道德绑架别人 但我也不会被生活所绑架 谢谢各位 谢谢小佳 喜欢他的朋友不要忘记为小佳投票 我好想看你演绑析啊 我觉得肯定会很好笑 哈哈哈 谢谢大家 我来这边这么深刻 我最近觉得他好像深沉了很多 他背后真的好多思考 他那个笑点真的让我笑 但就是笑点有点少 因为太想说的事情就很容易说的不好笑 其实我很少觉得孤独 我自己待着的时候 我感觉到的都是舒适和安宁 建国就是能不要交朋友他就不交朋友 就在家呆着肯定是写稿不出来 上海主要就指着老李 他实战闹行或者我实战闹行 就找对方喝一顿 我做的那个是外酥 外酥又酥又软成外酥 可吃白 你这美食多肉 他美食的词 得学一下 反正就是好吃 我跟我的几个朋友几乎能满足我所有的交流域 但总有那么一两个事 是自己还想额外说一说的 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呢 就稿子可能写的就没那么好笑了 但我这次就任性一把 我就是稍微不那么满足大家的期待一下 让我们有请我的好朋友 王建国 大家好 我是王建国 谢谢啊 其实我特别想聊孤独 因为孤独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东西 也是唯一爱的东西 当后来我做了一个科学分类 我发现我爱的不是绝对孤独和曲统性孤独 我只爱认知障碍性孤独和主观迷幻孤独 什么 什么 观众有点懵了感觉 观众已经开始翻出词片了 是不是这个话题光聊就很难啊 你没事 我慢慢给你解释 我觉得孤独呢 不是网上说的那些什么孤独分好几个等级 比如你一个人去看电影 你一个人去吃快餐 去咖啡厅 去吃火锅 什么最高等级的 是你一个人去做手术 我觉得这个不叫孤独 这个叫你一个人过得挺好 你的朋友本来想陪伴你 后来一看你好像也不太需要陪伴 而且你这一天你过得也太丰富了 你咋那么有空呢 你不上班吗 你看看你这一天到晚做的这些个事啊 你这一天从你看完电影开始 你一个人去吃了快餐 去咖啡店喝了咖啡 还去火锅店吃了火锅 你这个胃到最后肯定得做手术啊 我给你讲讲我的科研成果啊 什么是绝对孤独 绝对孤独就是一个开坟地的人 手机没电了 他想充电停电了 方圆十里只有他一个人 他想逃跑但是他不能 他需要这份唯一的工作来偿还巨额的贷款 此时此刻他最希望的和最害怕的 是同一个事 就是有谁跟他说句话 这个就是绝对孤独 孤独的一点招都没有 这个开坟的人呢熬过来了 第二天来电了 他可以开灯了 他可以给手机充电了 如果有设备 他甚至可以坟头蹦迪 但是他没这个心情 他心里一直有一个烙印 这个烙印就是刚才那个极致孤独的夜晚 是吧 过了几天 这个开坟的大哥放假了 他回到了城市里 他遇到了你 你跟他说 哎呀我最近总是一个人去电影院看电影 我好孤独呀 他差点气死 他想的是那可是电影院呢 人又多 电又足 怎么有脸说孤独 但是 但是他实在太想找人说句话了 只能硬着头皮顺着你的话问你 那你看的啥电影啊 你说哎呀就是恐怖片嘛 就是一个坟地吧 停电了 然后坟里面 那东西就咔咔乱动 最后就往外钻 他都快哭了 他说你跟他们商量一下 咔咔乱动可以 能不能别往外钻 这个就是屈从性孤独 就是也能沟通 但是沟通起来实在是太困难了 最后只能屈从于孤独 那什么是认知障碍性孤独呢 就是你觉得你是孤独的 但其实你不是 我们都是现代人嘛 现在社会的这个配套设施是非常齐全的 你一个人去干点啥都很难孤独 就连一个人去做手术 我都不觉得孤独 我只觉得害怕 这跟我周围有多少人是没有关系的 有多少人我都害怕 你把我扔定床上咔咔一推 我烦恼的不是孤独 我烦恼的是万一出点啥事 我以后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好 让我们把话题重新拉回到坟头啊 这个 就是我非常喜欢孤独 只有孤独才能让我感到平静安全 在我的心里 我一直是那个守目的人 这个世界是我看的坟 可能有初中二年级的朋友听完这句话 就是怎么有点酷呢 我告诉你一点都不酷 丢死人了 我告诉你 我甚至可以告诉你 它具体丢人在哪儿啊 咱们还拿这个停电举例 如果人与人之间的牵连呢 是电流的话 那我追求的 不过就是我想安静的时候 我就能把电闸拉下来 等我孤独够了 我再把电闸推回去 所以你们永远都不能停电 这其实是非常自私的行为 我需要我所有的朋友们 都在待命的状态 随时准备给我供电 因为我就是需要你们的电嘛 我恨不得我住城里 你们就不准出城 我住村里 你们就不准出村 因为过了这个村 就没这个电了 这个无比残破的谐音梗 专门送给我 供电量最大的朋友李淡 让你一天天的不爱听谐音梗 变成你们 其实我刚才说的 推拉电闸的那个故事呢 就是自称喜欢孤独的现代人 所喜欢的孤独 主观迷幻性孤独 意思是你只是偶尔喜欢独处 却误以为自己喜欢孤独 你看啊 没有陪伴是很孤独的 但是只有陪伴 没有交流 最孤独 于是我就找到了 大概七八个人吧 我在心里呢 在他们 把他们画到了一个圈里 在这个圈里的人 跟我借钱可以不还 欺骗了我 我不生气 伤害了我 我不在乎 因为他们就是能满足 我大部分的交流的欲望 当然我也是有底线的 你要非要弄死我 那还是不行的 我对这个圈以外的人呢 就是永远挂着一副 和善的笑脸 我对他们从来 不带任何的恶意 只是也不抱有任何的善意 是吗 就这帮人做什么 其实无法改变我的笑容 这是一个很粗糙的解决方案 但是至少我每次推拉电闸 再把电闸推上去的时候 我画在圈里的这些人 都还在 谢谢大家 谢谢博仔 三 二 一 请锁票 我这个真的 你先聊聊 你那个送给你的谐音 真的是电锁 我本来是不想拍这个灯的 但是呢 可能这个话题是 也确实是整个 这个脱口秀大会 他唯一想愿意 真正聊的话题 对 来交流一下 对 欣姐为什么拍灯啊 我特别喜欢她 今天这个段子 谢谢 然后 对 你 我不是不想跟你鞠躬 我要去问突出 我刚才每次鞠都渴 就是你想说的东西 我完全能懂 而且我觉得 那个就是我想要说的话 我准备回去背一下 这个稿子 也许可以当成我表演的稿子 行行行 你说的特别好 1500就卖给你 我是说好了今天不那个钱吗 这不就用上了吗 然后我很喜欢你那句话 就是你跟世界的那个关系 我觉得我的想法就是那样的 而且你觉得不酷 我觉得特别酷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酷的事 你也要觉得这事特别酷 行 我尽量 余老师呢 他的做法就是我的做法 因为没有一个人是能跟你完全每一个话题都能说到一起去的 因为人毕竟是都是独立的个体 不管是父母还是夫妻还是好朋友 他都不可能有完全融合在一起的人 如果完全融合那就是你自己 对吧 所以我交朋友就是这个一圈的 能说到一起去的 咱们就聊这个事 那个一圈能聊到一起去的 就聊这个事 相声圈有相声圈的朋友 玩马有玩马的朋友 玩扇子玩鸽子玩这玩那个 我 余老师 他就一个圈 他一个圈就七八个人 你这组也有一个 就那奥运会 奥运会满足不了 我那个那天旁听了余老 就是咱们去活动的时候 听着您采访的时候说的句话 就是问余老师交朋友 也是余老师交朋友 然后余老师就说 他可能现在 就是回到自己动物园的时候 就很开心嘛 他就觉得最起码我到动物园里 我首先没有坑害这些动物的心 然后我知道这些动物也不会图我什么 害我什么 我当时就非常有感触 我觉得可能我懂 虽然我没有动物园 但是谁还不是个动物了 不是那个 就是我懂这种余老师说的感受 其实我今天表达都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是的 所以咱们的可能交朋友的方式都是差不多的 对 但是我今天之所以没给你拍灯 我就觉得学术性太强了 对 就有点自说自话不够逗 当然最后 你点提了那个观点 我是真的赞同的 但是最后一句话 我还没拍灯呢 已经结束了 我老公是个外国人 他刚来中国的时候 看不懂汉语 也不懂中国文化 他第一次送我花 是一束明艳的黄菊花 刚开始那时候我俩刚交往 我没好意思跟他解释 但是他送了我两个月的黄菊花 有的时候黄菊花的外边 还有一圈白菊花 我收着花我都不知道往哪放 放桌上 桌上不敢放吃的 放墙根 墙上不敢挂照片 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 我就问他 我说这花店的老板 他就不推荐点别的款式吗 他说他推荐了 他推荐的那个花 后边有个架子 自己能支在哪 我妹买 你一个大活人 又不是拿不了花 我说你领我去这花店看看 我觉得他的受众群体 未必是大活人 到了地址 没有花店 这个店他都没有名 就叫兽医花圈 我说行 你在这买花就买花吧 幸亏你没在这给我买衣服 我老公说 这没有你的号 我说我懂了 咱俩走吧 我老公说来都来了 进去打个招呼 进去他就跟老板说 老板我又来了 这就是我女朋友 那可能是卖花圈的人 第一次碰到收花的人 亲自上门取货 老板正给别人写碗帘呢 看着我 连笔纸都白 你不是两个月前 就走了吗 我说我就是回来看看 为什么我的花 没有碗帘 我老公最不懂的 其实不是咱们的 祭奠文化 是中国人的谦虚文化 有一次在铁岭 有个老头问他 小伙会打乒乓球吗 我老公说会 你呢 老头说不会 可以陪你玩玩 但是我前一阵中风了 一边胳膊不好使 你多担待 那天在铁岭老干部活动中心 我老公对决的是一个74岁 穿着跨栏背心红球裤的 退休老大爷 我老公全程 没碰着球 老大爷全程没动地方 给老头都打困了 老头说你倒是接呀 我老公说你也不让我接呀 我老公说你倒是动啊 老头说你也不用我动啊 打完之后我跟大爷说 大爷你太厉害了 你就用一只好使的胳膊都能赢他 大爷说我用的是不好使的那只 第二天他刚缓过来 我二姨父问他 你会游泳吗 我老公说会 你呢 我二姨父说不会 可以陪你玩玩 我就发现他对会的理解 跟咱们是不一样的 我二姨父认为 我不驾驭水 就是不会 我老公认为 水没枪死我 就是会 他以为他俩能到一个什么游泳馆 结果车直接开到了铁岭柴河水库 进水之后我老公很兴奋呢 二姨父你不要怕 让我来教你挖泳 挖泳的关键就是要像青蛙一样蹬腿 说完他就开始认真示范 哎呀那腿蹬的那个猛 踹飞好几条鱼 对岸的人离远看 以为哪个蛤蟆疯了呢 示范之后一抬头 他游出20米 我二姨父已经游到了水库中央 还得停下来飘着等 好不容易等我老公游到水中央 差点没累死 就等着啥时候折返呢 没想到我二姨父 轻松地飘在水面上 开启了聊天模式 你们加拿大人口一直不多呀 我老公说 咱俩再闹还得少一个 厉害 我当时有点可怜他 我觉得是我的引导不到位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不会可以陪你玩玩 是谦虚 表示对人的尊重 我老公学会了 后来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 因为我一个朋友工作的原因 他见到了他的偶像 成龙大哥 见到大哥他激动地都哭了 大哥我太喜欢你了 你所有电视我都看 你所有动作我都模仿 大哥说 那你会功夫 我老公说 不会 可以陪你玩吧 大哥也愣了 加拿大人口不多 原因在这儿呢 我老公打完非常骄傲地看着我 打得好不 我说你就告诉我 你想要黄菊花 还是白菊花 大家好 我是Alva小雅萱 黄浩刚刚的表演很棒哦 很敢讲 恭喜你 你已经是我的前男友了 你们真的还蛮过分的哦 这哪里是吐槽大会 根本就是一个 磨黑大会吧 其实这次来呢 其实我根本不需要来 因为其实我 还有很多工作 其实可以等着我 像很多楼盘开业啊 我是不是 可以去接超多超多的 我可能就抵过上 大概100个吐槽大会吧 但其他人 你们说我什么 我都会不生气 特别是 建国 忽兰 和贺金翔 因为我从来不把25岁以上的男人放在眼 所以 刚才黄浩站在这边 哦对你没有 那那来来 你来 他不在呢 来来来来 来 快快 你为什么想跟我表白出去看 反正他等一下是不是就变成男友 你顺便可以当下一个 我喜欢您的这些艺术作品这些年子其实 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尊重吧 其实算是我特别的尊重 你害羞了吗 好了 回去吧 回去吧 他那个怂样 他脸红了 对啊 其实我也心跳很快 我基本上是没有真的没有交过七十 十不是七十个 十七 我根本没有交过那么多 但是约会过非常多 没有错 看一个电影是个约会嘛 吃个晚餐也算约会 所以上百个不算什么 谈恋爱不丢脸 约会有什么好丢脸 但是我觉得 嫉妒别人 有恋爱的人 比较丢脸 是不是 那我的恋爱秘籍啊 其实没有什么 我就是天赋一饼 我跟黄浩白子认识的时候呢 其实我心里面是 的确是 还蛮 蛮喜欢他的 觉得好像有点可能 然后 他其实比较犹豫 所以我就在等 这个人为什么一直没有 开那个口 就不知不觉 我就自己就 慢慢就会比较靠近一点啊 然后等啊 看眼神 有没有跟我交会 感觉到底有没有那种感觉 所以现在他就在这 有没有感觉 然后组合其实 我们认识很久 但是没有特别的熟 那每次其实都会打招呼 然后很热情 也有很多共同的朋友 那每次我都会跟他一样在演唱会 对我来说都是全部 所以我会用尽全力 用尽力量 去哄 不管我是在 哪个地方 我都会很大声 就算在 深山野岭里面 我都会说 嘿 那 在 我说嘿 你说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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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嘿 你说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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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好像太久 没开演唱会 我快要开始唱歌了 不过 我知道组合其实之前的初恋男友 我不知道可以提这个吗 不可以吗 确定 就是 对 曾经做劈腿的事情 然后 你也去 很生气地 反应了一些 反击了一些事情 好久以前了 很久以前 对 其实我也做过类似的事了 真的吗 但是我很勇敢就剪断它 哈 剪 剪哪里 这场真的让人害怕啊 简单这一段感情关系 好 OK 除了劈腿以后就不用再勉强维持了 你就要敢爱敢恨 不适合就分手了 这就是我这么多年 从年轻人身上学习到了一个道理 那小美非常帅 其实那时候我们在拍《爱情通关玉米》的时候 诶 蜜语 蜜语的时候 但他受非常非常的害羞 我受非常非常疲劳 其实 呃 彼此之间都没有互动 那我觉得是他没有跟我对到那个眼神 明明我就是在等 但是为什么 哦 为什么 哦 我们那时候没什么对到戏 对 但是我们一起坐在对面就这样子 你在这儿我在这儿补装 哦 真的吗 你看 是不是自己失去了这个机会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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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在刚来的时候看一下那个你的写真书 还是个非常delicious 对 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羡慕你身边的人现在 黄浩 学一段点 马苏 马苏 在网路上有很多的争议 关于那些事 我也不是当事人 我就不说了 呃 因为我觉得 别人的事你要是了解的不是很清楚 最好不要乱发生 你要是了解的很清楚 那更不要乱发生 之前有些人夸我是亚洲舞后 但我看了亚洲舞王的舞蹈之后呢 我觉得我根本不配当亚洲舞后 李文才是真正的亚洲舞后 我只是一个偏偏无奇的恋爱小天才 但是我觉得呢 在这个演艺圈这个行业呢 没有所谓的过气艺人 所以我看你有没有找到真正好的楼牌去开业的巨星 那这几年呢 其实我很努力在做音乐 也很努力在过自己的生活 但是呃 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个舞台 其实忘记过自己生存在这里的原因 不过我需要一些时间 所以我慢慢去发掘自己 找回自己的真相 所以我即将推出我的新专辑 赤裸真相 Nigged Truth 这张专辑我筹备了五年 比我任何一段恋情都还要长 那接下来就是希望你们可以再跟我嘿一次 我说嘿 嘿 你说嘿 嘿 大家一起嘿嘿嘿 谢谢大家 我是Alvan小亚轩